第8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收视率比去年上升 尤其是中青年观众的收视率上升了11% 奥斯卡是否会打铁趁热 邀请赛斯·麦克法兰继续主持明年的颁奖典礼呢 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这位喜剧演员说他不会再主持奥斯卡了 赛斯·麦克法兰在周二早些时候与粉丝们在Twitter进行了交流 当被问到是否会再次主持奥斯卡颁奖时 麦克法兰说虽然主持奥斯卡有许多乐趣但不会再主持了 麦克法兰的主持遭到媒体的大范围诟病 称他的笑话不合时宜并带有性别歧视 但也有部分明星认为他很有个人特色 他主持的本届颁奖典礼共吸引了约4030万观众收看 以2012年增长了3% 在18岁到49岁的群体收视率增长了11% 调查显示本届颁奖典礼中段以及歌舞片段收视率最高 而在后半段收视率出现明显下滑 Twitter还表示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和明星走红毯期间 共有890万推特 新唐人记者白蓝综合报道 另一边 感谢观看